好,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大家开始跟着我来学习的是我们基础班课程当中的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就来开始学习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 其实呢,这一章的主要内容都是来自于民法典当中的基本的一些内容 还是纯民法的东西 而且呢,法理性相对要强一点 我们还是从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这一章的内容 首先呢,我们先大家了解一下这一章的考勤分析 从考试这角度来讲 首先大家知道这一章我们没有把它作为重点的章 因为还都是一些纯基本的一些理论 都是属于纯民法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学了这些东西主要是为后面学习实体法打基础的 比如说第一节学完了民事法律行为 是为后面的合同法这一章打基础的 学完了这个代理行为 其实也是为后面的合同法打基础 学了诉讼实效呢 其实也是为后面相应的一些法律来打基础的 所以它是一个最基础性的东西 都是一些基本概念 跟学第一章差不多 从难度本身来讲并不是很大 还是需要重点的需要大家理解 这一章的内容呢 从节数来讲并不多 一共才三节 但是呢总体来讲 我们把三节都算作是重点 都算作是重点 从题量本身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道到三道题 也可能是两个单选一个多选 有可能是一个单选两个多选 所以它的分值呢从我们历年的来看的话 分值并不高 基本上就是三分左右 你要是两个单选一个多选的情况下 那就是3.5分 两分单选 或者是1.5分多选 或者是呢两个多选一个单选 那就将近在四分 所以它就三分左右 不会太多了 所以它的分值并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题型呢基本上就是单选题和多选题 在个别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把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呢 用在我们的分析题当中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会把代理的一些个知识 会用在我们的合同法的分析题当中 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大家能够并不难 只要基本概念清楚了 自然也就会 这是呢简单的考情分析 大家把握一下 从本章的这个教材本身来讲 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变化 就个别的一些文字上 稍稍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呢新增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新增的内容 就个别调整了一下文字 所以对我们的考试没有什么影响 大家就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就可以了 这是教材的变化情况 下面我们的重点就从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重点的来讲这一章的考点了 好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节的学习 叫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的第一章重点的是讲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 我们说了主要是通过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行为 所以法律行为本身 它实际上是跟法律关系是连带的 是为了设立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而实施的行为 我们通常叫法律行为 所以法律行为这一节里面很重要 需要大家把基本概念清楚之后 这一节的内容会容易结合到 哪一章呢 结合我们的第四章 会跟第四章当中的哪一个联系非常密切呢 第四章当中里涉及到合同的效力 这一节 第四章里面第一节是概述 第二节定例 第三节就是效力 当我们把这一节的法律行为的基本概念清楚了 对于第四章的合同的效力 你会发现在教材中几乎就不讲了 它就告诉你详见哪 详见这一章的内容 你都学过了 它就没有必要重复了 这个是我们在学学时要特别注意的 那就言以外之意 很有可能会把这一节的基本概念 运用在我们这个合同的分析题当中 有这可能 让大家判定这个合同是一个有效的合同 是无效的还是效力待定的 你要想判定好合同的效力 基本的概念是来自于你对这一节的非常清楚 好 理解了啊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一节当中 需要大家要重点掌握哪些内容 我们挑出几个重点 第一个 搞清楚法律行为的特征 你通过法律行为的特征 有没有意思表示这样的内容 来决定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 而意思表示本身 它的主要的外在的方式都有哪些 这种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它生效的时间标志是以什么时间而生效 这是需要大家基本概念要清楚的 然后第三点 我们讲了法律关系的分类了 那我们下面学法律行为呢 法律行为也是要分类的 它分成单方的双方的 有偿的无偿的 主行为从行为 所以我们需要学完以后 你要掌握的地方是为什么这么分 它区分的意义是什么 这点很重要 不是简单的去背这些 你区分这有偿行为跟无偿法律行为 它的意义是在哪 你关键要读懂这儿 好最后行为的效力 这是我们最核心的 这个也是最重要反映在结合分析题 要活学活用的 这个行为本身实时成立是成立 但是它不一定发生效力 它可能有效 可能无效 可能待定 所以你这个效力通常呢 自然它有此前的合同 你就会判断 这是呢 我们整个这一节的核心 所以这一节是难点 也是重点 希望把这些基本知识把握好了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这一节的学习内容了 好 首先第一个先了解 法律行为 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不要背 听懂了 上来第一个点 我们要记住了 一定要以这几个字 意思表示作为核心要素 非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 就不叫法律行为了 叫事实行为 我们通过第一个特征 显然就可以区分事实行为的第一个区分标准 第一句没问题 第二 是以设立变更 终止什么 权力义务为目的 是当事人主动去追求产生的法律后果 如果这个后果并非是当事人自己所主张的 是法律直接来规定的 它也照样属于事实行为 照样不属于法律行为 所以我们通过法律行为的两个特征 第一个关键的词 意思表示 第二个必须是以发生变更 终止权力义务为内容 是主动去追求法律后果的一个发生 否则都叫事实行为 好了 这就是看完第一个特征 那我们最后需要大家要掌握的地方是在哪 很简单一点 讲完这个的最终目的 就是让你区分法律行为和谁 和事实行为 它的区别 如何区别呢 下面告诉大家一句话 这个区别的主要的标志在于 一 是否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二 是否是当事人主动追求的法律后果 不是法律规定的后果 您就拿这两个点来判定是法律行为 还是事实行为 所以我们学完了法律行为之后呢 牢牢记住一点很关键的核心就是 必须有意思表示 这是最关键的 不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 叫纯事实行为 好吗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非常简单 基本概念 拿住最核心的两点就可以了 好了 所以决定了这一节的核心内容 就在意思表示 这个意思表示可是一个法律上的词 不是我们生活当中说的 你意思表示表示 不是的 它因为能够引发发生法律后果的 这样的意思表示 所以我们在意思表示当中里面 刚才说了 首先第一个 这种表示的外在方式有哪些 另外它生效的时间要清楚 这一块的意思表示 只要是学明白了 其实就是直接反映在我们合同当中里面的 哪一块 邀约 承诺 那就一通百通了 知道吗 这一块就是为后面学合同法导基础的 这里的意思表示 大家都明白了 意思表示生效的时间 怎么来表达方式 表现形式有哪些 到后面你学合同定立的程序里 就是邀约承诺 邀约跟承诺 就是双方当事人表达的意思表示 当双方意思表示能达到一致了 这合同就算成立 所以这个是一通百通的 你拿这一块将来去套 邀约跟承诺的问题 你就很好理解了 好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 首先在意思表示当中里面 难一点的是分成两类 一类是不存在着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就您在做意思表示的时候 有没有相对的人都不影响你意思表示成立 第二种情况是要有相对人 就是你这方的意思表示得得到对方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存在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分成无相对人的和有相对人的 而所谓的这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呢 因为不需要有一个相对人的存在 所以你自己的意思表示注意三个字 只要一完成在法律上就发生效力 至于那个有相对人 没相对人都不影响你这个意思表示生效的时间 所以对典型的是哪样的意思表示 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呢 立遗嘱 知道吗 当你在立遗嘱的时候 它是一种单方的行为 我在做出这种意思表示的时候 因为立遗嘱也是属于法律行为 它能产生法律后果呀 对不对 它产生继承的问题呀 但是呢 当你在立遗嘱的时候 存在不存在一个相对人 不存在着一个相对人 就是说哪怕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话 他的意思表示 不会影响你这面意思表示的生效 有他没他都没关系 你自己做出意思表示了 就算生效了 包括抛弃物 动产的行为 这东西我扔了 扔了就变成无主财产了 就OK了 所以呢 意思表示当中里第一种情况 就是你的意思表示 在法律上能不能生效 需要不需要存在一个相对人意思表示 第一种情况就是 有些个行为不需要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立遗嘱 抛弃物 所以这里面说了 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显然看出来了 您看您立遗嘱啊 或者是抛弃物的行为呢 它一般都是属于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因为这种单方的法律行为 是仅就一方当时的行为 它就能产生法律效率行为 所以这种情况一般是不需要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但是也有例外 例外是在哪 比如撤销权的行使 比如效力待定行为的追认 这个虽然也是属于啊 仅有一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产生法律后果 但是呢 它实际上必须得存在着有一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只不过那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并不能够决定你这个行为有没有效 所以这种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生效的时间非常简单 就是以你自己意思表示完成 就承认了你的行为发生效率了 至于说有相对人还是无相对人 都不会影响你这个行为的效率 只不过呢 不能够把它当然理解为 就是一个单方法律行为 那就说在单方法律行为当中 你绝对你行为的效率是否有效时 可能是不存在着相对人意思表示 但是有可能也存在着一个相对人意思表示 但是即使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它也不影响你单方行为的效率 像我们说的撤销权的形式 它一定会有相对人 你比如合同当中的撤销权 一定撤销跟第三人之间的行为 这时候它其实有相对人 但是呢相对人的意愿 不影响你撤销权的有效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大家第一个基本概念 不要混咱们不能想当然的说 单方的法律行为 它就是属于一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双方的法律行为呢 它就是一个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不能这么理解 双方法律行为肯定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这个是绝对成立的 问题就在于 如果是单方的法律行为 不一定就没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它可能会有 也可能是无 但是不管有还是无 最终的结果是都不影响这行为的效率 因为此时你这行为生日生效 是以你自己的意思表示来决定的 并不以相对人意思表示来决定 但你要双方法律行为就不行了 既要你有你的意思表示 还要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只有一致它才能成立 它区别是在这 好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块选择题 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才可以 如果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话 往往是指的双方法律行为 而这种相对人意思表示里 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一 口头 我们教材里说的对话方式 其实就是口头 非对话往往就是书面形式 甚至还可以对外发公告的方式 这样来表达意思 但是如果用孔头方式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意思表示 什么时间生效呢 只要对方两个字一知道 意思表示就生效 所以在有存在的 必须得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才能决定你那个行为生效的前提下 这意思表示什么时间生效 口头的就是对方也知道 书面的一定清楚两个字 到达相对人时 意思表示才算生效 所以你这学会了 大家看出来我们学邀约和承诺 都是采用到达生效 还包括代理权的授予 合同的解除 这都是需要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这个时候的生效时间是已到达书面的 公告呢 当然是发布时 所以呢 大家看出来了 单方的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呢 通常是一完成就生效 如果是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就复杂了 咀嚼于你是口头的 书面的 还是公告的 好了 这里面的难点就在第一点上 希望大家理解它 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里给解读 单方的法律行为 它和意思表示 之间是什么关系 刚才我说了 一说单方的法律行为 你基本概念要清楚 它跟双方行为的最大不同在哪 单方的行为是强调 只有一方的意思表示 这行为就能成立 为什么叫单方呢 就只需要有一方的意思表示 OK 这条件就具备了 你要是双方法律行为呢 它成立的前提 必须有双方的意思表示 单方行为成立的标志 是仅有一方的意思表示 但是啊 有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都不会影响到 你这单方行为的成立 定立遗嘱行为 抛弃动产的行为 是说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你这行为照样能成立 像撤销权呢 解除权呢 效率待定的追认呢 债务的免除啊 大家这几个一定要最好记下来 选择题要选好了 这些尽管你行为不影响你成立 但是你得知道啊 你自己的意思表示 只要一完成就算成立了 但实际上 它是存在着一个相对人的 只不过这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并不能决定你这行为成立不成立 决定你行为不成立的 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是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 只要有就行 这就是单方行为 跟意思表示之间的关系 我们判定单方法律行为成立的标志 是紧强调有一方的意思表示 就OK了 就OK了 就算成立了 但是呢 这种单方的法律行为中 是否存在着一个 有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有些就有 有些就没有 但是不管有没有相对人 都不影响你这单方法律行为的成立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解读的 这是第一个 紧接着再来看第二个 我们这种意思表示 不仅你要知道生效的时间 还要知道具体的表现方式 都有哪些 第一种通常叫明示的形式 明示什么意思 就非常明白 非常直接的 所以通常我们刚才说的 口头的书面的 都是一种明示的方式 就是我在给您表达 我的意思表示的时候 我是直接明确的 甭管口头还是书面 我直接告诉你们 所以这是非常直接的 这叫明示的 还有一种呢 叫末式的形式 末式的 我们通常把它叫什么 推定的形式 我这有一批货物 我没直接告诉你 卖你还是不卖你 但是呢 我现在把货物就给您送来了 摆在您跟前了 然后我先问您 您要还是不要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直接表达出 我要卖你一批货 我是直接通过行为 摆在那告诉你 你通过我的行为推出来 你想卖给我一批货物 所以这种方式 也可以作为意思表示 表达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叫末式 也叫作为 一定是作为 一定是通过一定的行为 让对方推出来 你内心怎么说 我没直接表达 但我直接就实施了一定行为 这是叫末式的 第三种叫沉默 这种方式 所以这儿大家希望得 记选择题 沉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才能作为意思表示的表达方式 否则是不承认的 第一个 有法律直接规定的 第二个是 事先当时已经约定好了的 第三个是 有交易习惯的 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 沉默才能当作意思表示 才发生法律效力 否则不发生效力 为什么 我也没直接跟你说 我是买你货 还是不买你货 第二 我也没有直接通过行为 让你推出来 那这个合同没法成立 这行为没法实施 所以我们说 沉默这种方式 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 所以这三种情况 大家作为选择题 记清楚就可以了 好 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只有法律有规定 你用沉默方式 法律才认可 即民法典当中的 1124条 涉及继承里面 是这样规定的 当被继承人一死亡 继承不就开始了吗 继承一开始 它不就产生法律关系了吗 这时候 继承人要想放弃 我不要这遗产啊 这个时候 一定要在遗产处理之前 注意啊 要用书面的形式 做出放弃 这时候放弃的这种表示 必须要明示的方式 你如果用沉默这种方式 来表达 你也不说是放弃 你也不说是接受 这种情况下 一律视为接受继承 就不是放弃了 那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继承只要一开始 当时没有任何表示的情况下 法律直接依照规定 就是你接受继承 你不想接受继承 你一定得主动明示放弃表示 所以他说 此时这个时候 你是可以完全保持沉默 而这种沉默 能说哎呦 你也没说啊 这时候就剥夺你继承权了 不是的 这是直接依法规定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在 意思表示表达方式时 可以是直接表达明示的 可以是推定形式 最后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用沉默方式 所以沉默这种方式 是要受到很严格的限制的 所以这里面 需要大家做选择题 选好的就是一二三 这三种情况 好了 这就叫意思表示 所以在法律行为当中里面 最关键的核心因素 决定你是否是法律行为 看意思表示 决定你法律行为 能不能够生效 什么时间生效 看意思表示 对吧 好了 这个概念 大家听懂了 我们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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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竟然是否计划 你能够生效应该是否计划 即可是一个无相对人的 也可以是一个有相对人的 所以有关意思表示 大家回去再多练一练题 这就可以了 好好理解一下 好了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 是否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才能够 法律行为 否则就叫事实行为 好了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我们进一步对法律行为进行分类 在分类当中里面 我给大家挑几个点 像第一个分类 单方双方多方 它是根据主体的人数 这个很简单 这很简单 这就不需要详细解释了 唯一有一点容易出错的 就是赠予这种行为 不属于单方的 它虽然是无常的行为 但它属于双方法律行为 这个不要错 这个不要错 赠予这个行为 往往是属于有相对的意思表示的 只不过就是没有给付对价的 是无常的 但是它是双方行为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重点是在第二个 我们又分有常的跟无常的 这个本来好理解 有常无常就是需要不需要给付对价 但是我们这里要学的地方 要知道为什么要区分有常和无常的行为 区分它的意义是在什么 我们要真正掌握的是在这 这样才能够学会 将来我们在判案子的时候 才能够清楚 首先先判定 你这行为是有常的还是无常 因为它产生的后果不一样 所以下面好好能理解 重点啊 区分它的第一个意义是 一旦双方在实施法律行为时 明显的不公平 这叫显示公平 就一方明显占便宜 一方明显吃亏 这种情况下 到底这行为有没有效呢 我们在认定它这个效力的时候 就要开始看 你俩实施的是有常的还是无常行为 如果你俩实施的是有常的这种行为 这个是一旦显示公平了 给了受害方就可以有撤销权 这是你可以撤销这个行为 当事人才可以有主张撤销 但如果你们俩之间本身就是无常的 所以大家明白 你都不需要付出任何对价 这就不存在着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 所以它压根就没有这个显示公平问题 当然就没有撤销问题 所以区分有常无常的第一点 是在于什么呢 在于当判定显示公平的情况下 允许不允许当事人行使这个撤销权 撤销权的行使一定是在 双方签的是有常合同的情况下 这是第一点 OK 理解了吧 好 再来看第二个 能否主张撤销权是有差别的 在有常的法律行为下 看好 只有在债务人的注意相对人 他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 这句话又来一个 这里出来一个相对人 是债务人的相对人 其实就是指合同以外的第三人 这个第三人如果在实施这个行为时 知道或应当知道 还去实施的 相当于我们在法律上给他认定为 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恶意的 你都明明知道你还实施 我们当然判定相对人是恶意 在恶意的情况下 才给了当事人主张 民法典中539条的撤销权 这一块知道是在哪吗 是来自于我们后面 给他讲的合同法当中的保权 这一节 第五节 你要结合合同法当中的第五节的内容 就是代位权跟撤销权的这一节 其中那个撤销权就来自于这 所以它是直接影响 你是有偿行为的 是在第三人恶意的情况下 当事人才可以行使撤销权 如果是实施的是无偿法律行为的话 这个是还考虑主观吗 根本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意图 这里的当事人还是说的这个相对人 哪怕你这时这个相对人 第三人哪怕是善意的 都给了当事人可以主张行使撤销权 所以在这里面呢 大家说怎么来理解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合同法 那个保权那一节 先告诉大家结合合同编当中的撤销权 这一节我们好好看 所以理论上讲完了 大家看一下什么意思啊 说在有偿的情况下 一般那个当事人是不能主张撤销权的 只有在相对人恶意情况下才可以 等于这个撤销权是受限制的 有偿的情况下 这个撤销权的行使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果是实施的是无偿法律行为 等于这个结论就是当事人行使撤销权是无限制的 该场人说好 看完了 我给大家举合同保权当中的撤销权 大家只要是听懂了到了学合同的第五节保权 等于你就不用学了 好 下面我就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发生在合同的保权当中 主要是为了解决三角债 我们来看区分有偿无偿啊 举两个例子 现在首先第一个说呢 债权人 这是第二方债务人 债务人的相对人 相对人是谁 通常这相对人说的就是第三人 看好了吗 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第一种情况 看好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合同法律关系 债务人和他的相对人之间也有一个合同法律关系 在第一个合同当中 相当于债务人欠着债权人的钱 假如说一百万 所以他是债务人 债权人 对不对 在这个合同中 债务人还有个相对人 这个相对人也欠着债务人的钱 二百万 看到吗 等于这个相对人是次债务人 所以也可以叫相对人 也可以叫第三人 也可以叫次债务人 都OK 这个看完大家明白 这是一个三角债 第三人欠债务人的 债务人又欠谁的 又欠债权人的 那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当时人能不能行使撤销权 撤销权在行使时能不能够受限制 说的都是给谁呢 给他是否可以主张撤销 行使撤销权 因为这是一个保权措施 是保权谁 保权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得以实现 所以是赋予债权人能否主张撤销 而此时决定债权人能不能撤销 是撤谁呢 不是撤他俩之间签的合同 给了这个债权人主张撤销 是撤销谁呢 债务人跟相对人之间的发生的行为 你能不能够去主张撤销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合同 实施的行为 很有可能会损害到你这个债权人 会给你债权人带来了一定的损害 当造成了损害的情况下 怎么办 债权人这时合同法就打破了相对性 因为我们本来说嘛 债权是只有具有相对性 它权利人和义务人都是特定的 那么言外之意 此时债权人跟相对人实际上是没有权利义务关系的 但是由于他们俩之间的行为损害到债权人 这时等于债权人就可以向相对人去主张权利了 所以我们到学的合同法的时候知道 这个保全实际上是打破了什么 这种撤销权是打破了债的相对性的原理 知道吗 打破了债的相对性的原理 它是作为相对性的例外来规定的 为什么打破相对性呢 下面再来看 这个撤销权的行使 第一种情况 这个债务人欠债权人的钱还不上 还不上债权人不就受影响了吗 债权人发现这债务人为什么还不上 第一种情况 它是实施有偿的行为 这个债务人发现 他把自己的一台设备 注意 转让给了相对人 但是是低价 注意 低价 卖给了相对人 所以他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这设备本来正常的合理价格 应该是卖到150万 结果现在这个债务人把这个设备 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 卖了80万 低价就卖给相对人 合理的价格可能卖到150 他按正常的价格要卖到150 卖来的钱还给债权人100万 还富有 债权人一点不受影响 但由于他现在是卖的80万 以不合理的低价卖给了这相对人 这样的话他拿到800万还债权人 还有20万亏空 会影响到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那么这种情况 但是毕竟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有偿的行为 只不过呢是低价 那这种情况下也损害到债权人了 那我们现在问大家 债权人得知了这种情况的话 能不能向法院去主张要求撤销 两人之间的这个低价的买卖行为 能否撤销 因为此时债务人跟相对人之间 实施的一定是有偿的法律行为 当这种有偿的法律行为 造成了对你债权人损害的话 我们是否要保护你债权人 此时你要明白这个法理就是 法理的天平 它是倾向于保护你债权人 还是倾向于保护这个相对人 这点很重要 它如果倾向于保护相对人的话 你这个债权的人的撤销权 它是不保护的 你就不能主张撤销 但如果这时候 它要倾向保护你债权人 它会满足你这撤销 那它就会宣告这个合同无效 这是影响的是相对人的利益 所以此时这个天平 就在债权人跟第三人之间 就开始平衡了 于是告诉大家 法律的原理是 想保护债权人 还是想保护第三人 此时毕竟第三人 是通过有偿付了对价的形式 取得这台说的 所以保护不保护呢 前提就要看相对人的主观了 这时就必须得看 主观的意图 这种主观是善意的呢 还是恶意的 此时如果相对人 有充分的理由 认为这个价格就是合理的 我不认为它非正常 那么你能证明 自己是善意的情况下 那这是我们法律通常叫 不得对抗谁 善意的第三人 那我们的法律天平一定保护的是谁 是相对人保护他 既然保护他 那就意味着 您债权人的这种撤销 法律支持不支持 这是您撤销权 是不能行使的 因为不能对抗 这善意的相对人 只有这个相对人 主观上是恶意的情况下 那这是绝对不保护你恶意的相对人 那自然保护债权人 那这时候你债权主张的撤销权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所以在实施有偿法律行为的情况下 这是撤销权的行使 一定要看主观意图 此时相对人主观是善意还是恶意 是必须要看的 所以你撤销权的行使是受到限制的 第二个 如果这时发现 这个债务人跟相对人之间 不是卖掉这台设备 是无偿赠予 这台设备 把这台设备白白送给相对人 由于他一白送 导致回头欠债权的钱 他肯定还不上 那么这个时候 债权如果上法院主张 要求撤销这赠予行为 问大家 这时还看不看相对人的主观 根本就不看了 因为你相对人根本就没有付任何的对价 你哪怕是不知道善意的 没用 这时候撤销权主张可以吗 完全可以 不受限制 所以在这个无偿行为当中里面 没有不存在着善意问题 不存在着善意恶意问题 主张撤销权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看在关于撤销权的行使里面 反映在我们的保权的事当中里面 这个权力的行使 在区分他们俩之间的行为 是有偿和无偿 是意义大不大 当然大了 区分的意义就在于 你能否主张撤销权 他们实施的是有偿行为 你能不能行使 他们实施的是无偿法律行为 你能不能行使 你受不受限制 这不就趋零了 所以你这要听懂的话 你到合同保权那一节 我都不用再讲了 这就OK了 好了吧 好 这就是为什么要结合 合同法这一章里面 所以关于保权这一节里 能否主张撤销权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在有偿无偿上 一旦签订了显示公平的话 显不显示公平 只存在在有偿行为中 才有公平不公平 无偿行为里 没有公平不公平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法律行为的分类 这是需要大家举例子 你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要背它 你要知道原理是什么 我们法院在判案过程当中 它往哪请协 你要会 好了 这就是第二个分类 第三个分类就比较冲向了 它分负担行为 跟处分行为 你要光看字面上的话 你都搞不清楚什么叫负担行为 什么叫处分行为 我们换一个词 这里所说的负担行为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合同行为 就是债的行为 这种负担的行为 就是什么 就是使一方产生对他方 需要给付一定义务的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这种负担的行为 就是导致什么呢 导致一方会产生义务 这种义务既可以是作为 也可以是不作为的 都没关系 这是叫负担行为 处分行为 大家看 为什么叫处分 是会导致权力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 我们可以通俗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误权的行为 它不需要 义务人是否需要积极履行义务 它不产生给付的义务 它直接就发生了 权力发生转移 听说吗 比如说为什么叫负担行为 为什么合同行为就属于负担行为 合同只要一签订 就在双方之间产生了给付的义务 权力没有发生转移 给付义务发生了 我付有交货的义务 你付有付款的义务 它会导致当事人产生一种 给付义务来 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但你要实施处分行为 为什么误权行为 你以处分 整个的误的所有权发生变化 它就不是一个义务不义务的问题了 它是整个导致权属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解释完了以后 通常你就理解 只要一说负担行为 其实说的就是债权行为 处分行为 说的就是一种误权行为 你处分的是什么 是误 好吗 好 这么一种方法 这就可以了 那么区分这两个行为的意义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论 如果是负担这种行为 它的意义在于最终产生的是债权债务关系 是债权法律关系 你实施处分行为带来的结果呢 产生的是误权法律关系 它区分的意义是在这 好吧 好 这是一块 第四个 没有作为重点 要事的和不要事的行为 其实就是强调你意思表示表达的方式 如果法律规定这是一个要事行为 你不符合这个格式的话 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要是不要事的情况下 相当于就是任意性的条款 你口头的你书面的啊 哪种方式都不影响你行为效率 这种要事的行为呢 往往强调相当于是命令是法律规范 你必须是 你不是的话 这行为就无效 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像我们的买卖合同 人家要求你不要事的 不是要事的 你口头的你书面的都可以的 像买卖合同啊 租赁合同啊 这些都可以 相反呢 像哪些必须是要事的 担保 你签担保合同 甭管是保证合同 还是抵押合同 一定得是书面 这就叫要事的 你不签一个书面合同 你担保是无效的 好了 这个理解就可以啊 最后一个分类叫 主法律行为 主跟从法律行为 这个区分的意义特别重要 我们在学这一块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哪 担保 破产 要结合起来 你把这一块 只要基本概念原理通了 你在学担保的相关知识 在学破产时 你就迎刃而解了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主跟从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从字面可以看出来 它们两个是 依附关系 主从吗 主行为 如果不成立 从行为 肯定不成立 一致吗 一致 你主都不成立 哪来的从啊 因为从是依附在主 第二 你的主行为 都已经不发生效力 绝对无效了 那你的从行为 肯定也是无效的 一致吗 绝对一致 两个好理解 最难理解的是第三个 他说你这个主的行为 注意啊 是履行完毕了 继承力 还有效 履行完了 这个时候 你从行为的效力 丧失吗 最后几个 并不必然丧失 这个时候一致吗 他就不一致 前两个是一致 最后一个是不一致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 基本概念看完了 大家能理解吗 什么叫主 成立就成立 无效就无效 什么像他履行完了 可是从的效力 等于还没有丧失 我们下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结合担保 结合破产 就都出来了啊 所以下面我们再举 您是债务人 您是一家公司 找谁呢 找银行 您去融资去贷款 借钱 签订了一个贷款合同 看好了吗 贷多少钱 一千万 那实际中 大家都知道 银行能轻易给你放贷吗 不会轻易给你放贷的 所以银行说了 你要是借我一千万 对不起 要求债务人 你得给我提供什么 担保 银行说了 我得给这个债座担保 万一你将来还不上钱呢 有担保啊 这样我自己免受损失 于是就出现了 担保 而这种担保呢 大家看 可以是什么 物的担保 也可以是什么 人的担保 都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假设 拿人的担保来说 这时候就找了一家什么呢 担保人 注意 人 这在我们担保里面 就说叫保证 提供保证人 结果你这债务人呢 找了这家担保人 其实担保人 就是你的集团公司 你上级 所以当担保人 银行同意了吗 同意了 行 你集团给做担保 你下面子公司还不上 你上面集团公司给还 没问题 于是呢 这时呢 担保人就要跟银行之间 再签一个合同 签什么合同 担保合同 也叫保证合同 是不是 好 这个合同也签了 此时第一个 大家看出两个合同 什么关系 这个是主 这个是从 主从关系 担保担保 是为主合同做担保 他们是依附关系 那我们的第一句话 没问题 如果事后 贷款合同都不成立 担保肯定不成立 一点问题没有 看出来了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如果是贷款合同 被认定为无效了 担保肯定无效 这也没问题 这两个大家都很理解 关键第三点 他说如果你贷款 主合同 履行完了 履行完了 债务人把自己该履行的 义务都履行完了 那么担保人的义务 是否当然也跟着免除了 那可不一定 这句话主要反映在哪 破产 看出来了吗 在破产法当中里 就体现出来了 怎么体现出来了 主债务人 这位是主债务人 您的担保人 相当于是从债务人 也是主从关系 他说在破产法里 一旦充现主债务人 破产了 资不抵债了 他这一破产 言外之意 怎么进行破产清算 首先告诉你 银行是作为他的债权人 他可以向法院申报 破产债权 是不是 他去参加破产分配 那么当银行参加完破产分配以后 毕竟他已经破了 所以倩年银行的一千万 肯定不能全额偿还 要全能偿还 他也就不至于破产了 所以可能你银行 按照债权的比例 要求债务人承担债务 您的享受比例50% 所以债务人就从他的破产财产中 支付给零零五百万 支付完了 他就没了 他就光了 这时案子就宣告终结了 债务人把该履行的义务 履行完了吗 这就叫主合同 履行完毕了 随着破产 履行完 给了你五百万 当主合同的义务履行完毕了 我就问大家 银行跟担保人之间 这个合同的效力丧失了吗 没丧失 这是并不必然导致 你们俩之间的担保合同 当然丧失 首先丧不丧失 一定取决于你们事先合同 有约定的按什么 按约定走 没有约定情况下 法律的规定就告诉你 并不必然丧失 那就不必 并不必然丧失 这担保还有效 那事后银行拿完五百万之后 扭头 按照担保合同来找你担保人 再接着要求承担担保责任 你给吗 当然接着可以 这是相当于担保人的责任 免除了吗 没免除 继续履行 这在破产里体现特别明显 所以这就是最后一句话 组合同履行完了 并不必然导致担保的效力 当然就丧失 散不丧失取决于你们先约定 没有约定 不当然丧失 在破产当中里面 担保人得继续承担担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主行为跟从行为 所以学这些东西 不是让死背这些东西 把三句话背下来了 得用在我们相关的具体实体法当中去 这是原理性的东西 大家要互用 好了 这就是法律行为的分类 所以大家由此看出来 在五个分类当中里 需要大家重点的应该好好看的 就是区分有偿和无偿的意义是在什么 区分这个主法律行为 跟从法律行为意义是什么 这两个大家重点要好好看 好吗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知识点 法律行为的分类 感谢观看